而疫情之下,花蓮市公所海事生活节系列活动也审慎的规划安排 8月8号开始,第一堂海洋讲座就开课 透过线上直播方式邀请大家在海事生活节脸书本专来观看 接下来还有海洋营展、海洋体验营以及海洋策展 希望透过一系列的活动,换取大家对海洋生态、海洋文化以及海洋保育的重视 为了让大家认识海洋文化,关心海洋生态,重视海洋保育 花蓮市公所连续多年举办海事生活节系列活动 透过海洋讲座、海洋营展、海洋体验营还有海洋策展 拉近乡亲和海洋的距离 今年的海事生活节我们总共有四个系列 就是包含海洋讲座、海洋营展、海洋体验营跟海洋策展四个部分 那我们的海洋讲座部分总共有四个场次 这四个场次我们就是跟海洋书合作 那我们有就是规划各种不同就是跟海洋文化或是海洋文学有关的一些讲座课程 我们在10月中到11月份的时候也有海洋营展的系列 那这个系列会在花蓮铁道电影院的地方做播出 再来就是我们的海洋体验营也有四个场次 那我们的活动地点会是规划在美轮西出海口 不过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所以这个部分的活动日期我们还在做最后的确认 那最后是海洋策展的部分会在9月16号到10月27号的时候 会在花蓮市的各个地点包含海岸北冰南冰公园 然后还有花蓮市区的一些地点 我们会有一些艺术作品的展出 受疫情影响海时生活节的规划稍作调整 第一场海洋讲座在88节这一天登场 邀请到台湾大学生命科学系助理教授蔡振修 主讲解谜台湾金 透过介绍已经绝种的台湾金 让大家知道海洋生物存在与灭绝的缘由 进而希望可以让大家来爱护海洋环境 谭顿这种已经灭绝的物种 其实就是可以让我们知道 我们该如何去面对现在已经快要灭绝的物种 如果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去做保育 因为我们如果不知道以前的物种是怎么灭绝的 我们其实不知道我们该如何去做现身的保育 所以这其实会提到一个概念 就叫保育古生物学 因为大家提到这个概念 其实都会只有想到保育生物学 可是其实没有人会去想到 一种叫做保育古生物学 保育古生物学不是说我们要去保育 化石 可是因为从化石这些古生物的研究 可以让我们去有更大思维的角度 可以让我们去思考我们该如何来保育 已经灭绝的 已经可能快要灭绝的物种 接下来一系列的海洋讲座 海洋云展 海洋体验云 还有海洋策掌活动陆续会登场 欢迎民众可以上花莲施工所网站来查询 一起追上海市生活节的行列 介络会欢迎室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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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生